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施己经营路德 欢迎大家收看《古壇思见》 在我旁边,是大家很期待的施老板施先生 大家好,今天声音不太好 让大家的耳朵受罪,不好意思 虽然施先生的身体喉咙不太好 但为了大家继续听听他的意见 他决定在今集继续和大家拍 我代表我们的观众,多谢施先生你 如果很快地回顾,上星期市价格挺好 上星期,施先生说稍微看好 结果,市价格大弹,弹了千多点 大家都留意了,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 第一就是特朗普好像跟习近平的发展有好些 通过电话 第二,就好像全世界在那里放水 究竟,之前大家看得比较淡一点 四先生 未来应该是否要重新想一想 是否要改变下我们的策略 如果价格或指数弹得这么大 其实是可能反映一种趋势上的改变 趋势上的改变 刚才你提到两个因素 短期的因素就是特朗普和习近平有得谈 只谈过电话 我见新闻报道是习近平认约打电话给特朗普 特朗普主动提出习近平听电话负责 电话负责是否可能习近平打 主动是大打 应该是有人告诉他想谈 第二个因素就是 息口趋势向下越来越明显 那个反而长远一点 先说第一个因素 之前我都说特朗普撕这么多压 都是想取回一些东西 他没有理由只是撕压 目的就是给美国人看 我周围扇风点火 搞到辣辣乱 没有得益 他不想呈现出来的景象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是施压完就要换取好处 所以我认为 谈到 当然不是终极结果 短期的妥协 是接下来有机会的 是否刚好他宣布了要去选总统 就是练任 上两周都宣布了 这个我觉得 有时好有时坏 但整体应该是谈得电 反复再出现不出奇 但趋势是第一回合没有谈到结果 有些投资者很害怕 会否到G20 即是在日本真的谈的时间 会否突然有线我们一次 如果线你一次 你便趁跌下来 进入一些 我认为反复完也有结果 所以如果有回落 反而是 变回一些的机会 因为前一轮我相信 都不少人 害怕起来减持 大家都很保守 没有机会赚大钱 所以当大家失望的时候 你便有机会买回一些 第二个因素 反而是长远一点 利息向下 这次还不仅是美国 现在是欧洲全部跟你一起放水 算不算QE 他不敢说 起码 不做缩表 利息跌了 资金便要找出路 如果美国十年期的债 已跌到不够2厘 很厉害 美国计算7月 大家觉得百分之一百 一定减 这个几月 市场变化很大 我之前说 一定不能加 因为2.25和2.5区间 已经跟经济增长差不多 如果第二季经济增长 现在传出来可能2也不够 放慢 如果2也不够 利率比经济增长更高 不要做生意 借钱做生意 虧眼 没有人做 所以减息 从现在的利率期货 根本是长息 比短息更便宜 根本看前景看不好 不过股票市场 不只是看盈利 还要看利息环境 以及它买股票回报 如果是利息跌 人对股票回报的期望 可以低跌 因为机会成本不同了 如果撇开 未来的盈利能力如何 只利息跌 股价也应该反映利息跌 如果利息跌是趋势 就没有五块圆 一旦转势 不是选择一两次 这次意识 已经有一个 有权投票的人提出要选择 10个里面有一个 9比1 没错 另外那9个都不是要加息 而是不移动 所以 开始利息下跌的趋势 应该在下半年出现 对股票也好 对楼也应该有很大帮助 对楼也应该有帮助 不过这个月的楼市 真的很差 我虽然前一天离开香港 听同事反应 教头比农历年更少 官亡 两个方面 股市跌时有人沽货 楼市跌也没有人沽货 香港现在交易成本很贵 以前市不好会折更多盘 现在盘又折不得多少 除了市不好会折更多盘 亦会有人降低叫价 降低叫价和折新盘也不多 而买家又不是很进取 现在卖卖两行 但是如果股市的气氛好 楼市也会有机会好一些 股市通常走快一点 如果继续楼市会折更多 楼市不会折更多 买股票的人 股市的钱是Smart Money 是聪明钱 是否聪明一点 我不知道 反应会快一点 他们关心世界多方面 楼市普罗大宗买 受本地因素影响多一点 还有时间,不如买施生 施生今年年初已经好看好金钱 这个星期,所有投资者,所有省务 都看到金价升得很厉害 可能亦有分析相关 利息下降,对所有资产也好 现在还能追求一下 金价的系统比股票更大 金价升得很厉害 金价是被政府最歧视的 尤其是被美国政府歧视 美国歧视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想用美金,不用黄金 所以一直都觉得偏低 因为他们没有利息 擠钱都有利息 印出来的钱都有利息 擠真根反而没有利息 有没有利息其实是 银行的制度 我有东西拿手,就可以借钱出去 借钱出去,就可以收到回报 所以是制度造成,不是根不值钱 其实有人类历史以来 不论哪种文明,都是对金价看重 尤其当现在QE,印多些钱出来 真金白银就会值钱一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资产组合里面 有些金价比较安全 中长期的趋势都是 金、楼和股票 我们应该看好一点 我上次也说了 利息下跌 所有资产价格都会提升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 也多谢施老板 就算今天不舒服 也会和大家分享 很报告的意见 大家如果想留意 我们的股壇事件节目 或者留下一些问题 问施生 欢迎去到我们以下的网址 亦多点给一个like 多谢 点赞